我千里迢迢带着他来 只为了唱接下来这一首歌 这首歌有点年纪 然后是一部电影 它的电影名称 是在我那个国中的时候 看了一部有点色色的国片 它的电影名称叫做 记得香蕉成熟时 大家可能只有记得蜜桃成熟时 但是我看的那部是记得香蕉成熟时 他是一个男生 香港的一个国中生 然后他就是站在电影里面 他第一次发现他原来 你知道男生突然间发现 原来我会睡醒的时候会那个 然后结果就开始 他就有很多奇力的幻想 然后这首歌是在讲他的初恋 所以这首歌是Vegis的 First of May 是一首老歌 然后讲的就是初恋的故事 那歌词非常简单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巡演的主题的缘由 他的副歌就是说 小的时候我们很小很小 然后圣诞树看起来很高 然后别人在玩的时候 我们都在谈恋爱 然后长大的时候 圣诞树看起来很小 我们变很高了 但你已经不在我身边 因为有某一个人 在五月一号那一天把你带走 就是他被别的人追走了这样子 那这首歌就是讲这样子 然后是一首初恋的歌 Fresh of May 孙美今天在场有人有看过那部片的朋友 请问是只有我吗 真的哦 只有我吗 不可能 不可能 那龙强电影台那时候很长播 没有理由只有我啊 而且那不是深夜的电影 你们连周星石都看过 那时候周星石的片 跟他在床上的时期一起打人 记得强调承受死 如果你有兴趣回去可以出来看 但是以现在大家的年纪 可能会觉得那个片子有点太 就是太普遍级了这样子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他是现实级的 如果您有时间直接的会员 就是已经读写着 我们会遇到没有心底 我们现在来讻写着 我们常常都在于是生活 我们自己携带了 我们是否会在网友 我还是不消疑 我们还是不消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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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